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稍后来看他的呛响内容有没有道理 当然今天扁也校正了 他希望可以跟马英九来进行电视辩论会 到底谁被政治追杀 当然新闻一开始 我们要关心另外一个正在登场的话题 第四次的联席会 今天在北京登场同时 很多人都说到底为哪装 连战这一回很显然 他想要为台湾的果农来请命 那中国的水果呈现什么的状况 我们稍后同步来自于摄影棚 关键性来宾进行对话 同时也连线到美国纽约 因为在这个中美的贸易大战 在开打的同时泰山压顶 连战这时候会见了习近平 习近平这个时候找了连战 到底要做什么 这里头联席会4.0有悬外之音吗 马上进行连线 当然一开始我们先听听看的是 马英九今天的最新的一个说法 现场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因为马英九特别强调的是 他虽然不好战 但是面对奉命起诉的北检 他一定会全力迎战 怎么观察今天他所发表的最新内容 他也控诉的是北检 您要不要把这些上百片的录音光碟 通通都公布 我们稍后来为您公布没有曝光的部分 来为您邀请到国会观察基金委董上姚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 继续为您介绍民进党籍的新北市议员何波文 大家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李建昌 大家好 在我的左手边为您介绍 这是前台北市联政委员王小玉 大家好 在我们现场当中还为您邀请到台湾竞争力论台的执行长 谢明辉 谢老师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的文传会的副主委郑世伟 大家好 连线到美国纽约同时 稍后加入我们讨论 还有台湾的名誉教授 他是赫德芬老师 以及知名律师郑文龙 首先来听听看 马前主席 马前总统 今天火力全开 我要请各位注意 所谓的三中案不是一个新案 是一个老案 早在十多年前 就这个发生 然后在八年前 由高检署的查黑中心 还有最高法院检查署的特征组 从民国95年11月开始 查了将近八年 八年 到了民国103年的七月 最高检的特征组 举行记者会认定 并没有任何违法的市政 同时也没有建卖党产 这是在民国103年7月的事情 那么但是等到两年前 民进党一上任之后 又开启重新调查 并且强行起诉 我想到底这个案子 有没有政治力的介入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都对不对啊 对 北检呢 他似乎不是很公正 好像是为特定的政党服务 所以我在这里我要重申 我在侦察庭过程当中 我也表示过 我性格并不好战 但是当碰到这种 类似奉命起诉的场合 我一定会全力应战 我对台湾的司法 还是有信心 尤其我对法院 还是有公正的期待 因此我深信 多数民众都不能够 接送这种 罗兹罪名 政治起诉的手段 大家说对不对 开庭审理的时候 我希望把所有的证据 都摊开来 来证明我的清白 谢谢大家 谢谢 三百片的这些光碟 录音的曝光 对于马前总统来讲 马前主席来讲 是致命的一级吗 马一九认为 这是断章取义 他轰政治追杀 到底谁对谁政治追杀 我们稍后一一问你讨论 带来看这个北京的现场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跟连战正是在昨天北京的饭店会谈 数十分钟之后 最近台湾水果滞销问题 连战帮农民发声 希望中国可以协助解决 刘洁一表示 中国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既然连主席提到了 会更加的重视 刘洁一还认为 其实两岸关系要好 台湾的同胞才会有前途 连战还提到 台湾的水果最近滞销状况 他说香蕉 凤梨 芒果 火龙果都出现滞销 在过去两岸沟通顺畅的时候 即使中国都可以来协助 但这两年来 两岸关系发生变化 难免影响到台湾农民的权益 希望中国大陆协助台湾农民来解决 滞销的问题 好 接下来听听看 这是昨天晚上 他要替台湾的卖水果 那今天呢 跟习近平见面又说了什么 来看这个大现场 握手握了好几秒 连战习近平老朋友再次见面 就选在台湾九合一选举前 格外敏感 更让外界好奇 习近平利用这场会谈 要对台湾释出什么样的讯息 强调两岸关系很严峻 就因为现阶段 中美贸易战打得激烈 美国动不动就打出台湾牌 要逼大陆就范 因此习近平出招 谈话不止对美 也是对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 联主席这次来这里 在这个时期来这里 共商两岸关系很有意义 剑拔奴章的这个朝鲜变老 露出了曙光 而我们的中华民族所生存的两岸 就是僵局 习近平用历史来谈两岸发展 联战则用南北韩可以谈 为何两岸不行来回应 而这场会面除了联战夫妇外 联盛文联盛舞也都有出席 另外商界代表蔡明忠 体育界代表郭太元黄平洋等人 大约50人左右 阵仗不小 习近平在一次主动找上连战 某种程度上 也需要借由联席会来对外发声 避免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三级的田小熊豪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好 北京特派传回来最新画面 我请教是这个谢主席长 50人宛如像是北京竞相团的一个阵仗 目的到底何在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呢 这是连子席 前连子席到了北京去见那个叫习大大 这个代表国民党的吴敦丽主席 称他不是代表国民党 连子席他也认得说他也不代表国民党 但是整个在台湾人民来看 他的像这个图等跟那个标签就非常浓厚 他虽然不代表国民党 但是外界的人他也是为他代表国民党 外界的人也是为他代表台湾人民 那习近平大大也看重了这一点 所以他邀请了连战 连战去访问中文大陆 在这个两岸关系轰动的这个两年的这个时间点去 那有他的划时代的意义 那2005年的时候 那联合会那就是说解冻之礼 那这一次的两年 那个民进党在重新再主政了两年 两岸的关系呢 官能临着 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我们台湾产生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做到产业波及的就是观光产业 那这些观光产业呢 他们呢 这希望说大陆客呢 能恢复到往常的热度到450万左右 一年度 现在就在170万到200万之间 那对他们的生存都很大的困境 那第二个产业就是农民的产业 以前的农民呢 他们都可以跟大陆来做 做器作 比如说树木鱼啊 或是这些水果啊 那大陆都派了很庞大的代表人来采购 那自从民进党执政了以后呢 这些都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呢 那如果农民稍微一 稍微那个 一多种的话 那就会多产 多产就会自销 那自销的话 那就产生很大的农民的困扰 从年初到年中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解决 每出产一种水果或一种蔬菜 都产生这种现象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希望大陆呢 能大量来采购我们的这些农营木产品 那这次联赞代表去呢 就是最重要的是 要带来这些东西 那联民呢 会要求联赞说 你去了联席市会 你能带给台湾联民是什么 这是我最重要的 所以你认为是在替台湾卖水果 为国请命就是了 我认为是这样 来 何博文怎么看 我觉得非常遗憾 身为中华民国的前副总统 甘为中国的统战工具 然后在那边当作所谓的统战图腾 面对习大大的和平统一 面对习大大的统一论 身为中华民国的前副总统 他一句话不敢坑 我就首先就先讲这个 水果滞销的问题 台湾确实今年香蕉凤梨 都面临了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 可是不要忘了 前一阵子我们在网络上 所有看到的照片 说这些水果滞销 滞销到整卡车倒掉 然后用挖土机要去推掉 然后倒的整个盒里面 通通都是香蕉凤梨 你知道这些图片从哪里来的吗 就是从中国来的 这些图片就是象征着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水果滞销的情况 比台湾还要严重 所以我就不晓得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到底是我们还要去跟他推销什么水果 中国内部的水果滞销问题都解决不了 第二个我想从过去 从这两年前 这个蔡英文蔡总统上来之后 中国当然想尽各种办法 不断地想要抵制你 那当然我们一直展开和平的双手 一直不断地递出橄榄枝 但是我们只是不愿意说 放弃我们的尊严 放弃我们自己应有的对等的尊严 过去不是有这个蓝八线吗 国民党的执政的八个县市 这个中国所有这个访问团来 说我们未来针对这八个县市 不但要有观光客 还要大批的采购 包括水果滞销问题 通通没有问题 结果这个蓝八线经过这几年来 请问有哪一个县市 真正得到这样的好处 通通没有 你过去的战 过去的承诺都还没有 这个清 然后你现在说 连战又一股脑子热 然后去当人家统战的工具 我坦白讲 我真的觉得非常遗憾 我觉得今天两岸的和平对等 两岸的这个平等交流 我都不反对 但是我想请问 身为中央民国的前副总统 你到那边去 有没有为我们莫名其妙被逮捕 然后被这个不当的司法审判的 李明泽讲一句话 你有没有为军机绕台 为台湾捍卫我们的国防讲一句话 WHA人权 这个健康人权 医疗人权是最基本的 请问你 连战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我在讲 最近很多这个中国 还打压各国的航空公司 说你非要打压台湾不可 非要把台湾改名不可 请问 你连战有没有去讲一句话 连战从头到尾 习近平说 和平统一一定会胜利 连战的所有的讲稿里面 完全就在附和统一论 完全就是在附和这个所谓的这个习大大的一个言论 没有为台湾讲过一句话 没有为台湾人民希望当家作主讲过一句话 我再跟大家讲 这个身为这个过去也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也是中华民国的前副总统 我想请问连战 你富可敌国 过去在党国部分的时代 你曾经党职并公职 一领很多钱 这个部分经过法律都已经要求说 你党职并公职的钱必须要还 请问你 你三年八个月的党职年资 总共一领983万1240元 请问你还了没 这个过去党国部分的时代 请问你还了没 包括今天跟着去的这个临峰镇 他也曾经党职并公职的年资 九年六个月 有109万4760元 这个都应该要还给台湾人民 然后都是你一领的 都是你不该领的 你连这一点便宜都要占 我会相信说你今天到中国去 会为台湾人民争取什么样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真的非常的悲哀 国民党被连战绑架 我今天要请问 连战你代表了谁 刚刚这个谢大哥他讲 他说连战代表是国民党 我请国民党出来讲讲 请问国民党现在已经认同统一论了吗 国民党现在已经认同 连战的所有的主张吗 国民党对于台湾人民 希望当家做主 过去连战曾经在选总统的时候 亲吻台湾土地 说台湾人民当家做主 说台湾要维持对等平等尊严 跟中国来交流 请问你做到了吗 我觉得连战今天非常 让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 一昧的去当硬生虫 一昧的去当中国的统战工具 而刚为如此 却乐在其中 而国民党还必须整党为他背书 我想请国民党的这个吴主席 针对连战这一团 到底是不是代表国民党 我希望你讲清楚 是来我们就回到执行长身上 欺压霸凌封锁我们的国际空间 今天向习近平表达抗议了吗 包括党职并公职非法议领的部分 不知道搅回了吗 你不知道你晓不晓得 我是这样看法 这每一件事情都有一提两遍 刚才我们那个喜宝文喜大哥所讲的 他就是他从这个主权做出发点 下去进行的论事逻辑 那我是以生存为发展为论事的一个逻辑 下去做看法 那连主席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吴主席跟连主席都庆祝口论 他代表国民党 但是台湾人民不是这样看 我是说台湾人民不是这样看 因为他有很强的政治土壤在 因为从2005年联合会到现在 已经签订了二十三项共识 谁与三项共识 都是以联合会五项基础宴请而来的 那我们现在看台湾现在的 目前的状况 如果我们现在两岸就正如你所论事的这样 这样冲突还会继续下去 那现在中美这样两个大国 现在进行了贸易战 而这个贸易战呢 两只大象在打仗 那我们在旁边的这些呢 我们就会眼光是变耳听帮 闭眼被大象踩到 左脚踩到我们也是死 右脚踩到我们也是死 所以生存与发展是台湾最重要的车类 我的论事是从生存与发展这样来的 那杨老师怎么看 现在不是两只大象都会踩死台湾 是有一只财狼虎豹要吞吃台湾 它是公开的 它从来没有掩饰过 它要侵吞台湾 因为它到现在还在讲要统一 要并危 它不让台湾走出去任何一步 它不准任何一个地方的航空公司 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叫我们 叫台湾 而有另外一只大象 它站在台湾海峡 它用军舰来绕台来保护我们 当那个财狼虎豹 用军舰跟飞机在绕我们耀武扬威的时候 另外美国是拿来 是用航空母舰 是用军舰来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 是保护我们的民主自由 我们要保护的 不是人民这么简单的肉体 要保护是我们这个体制 这个体制是不但中国人没有 是台湾人奋斗了多久 才流血流汗死人 才争取到了自由民主的体制 这个体制中国要把我们破坏掉 一个中国原则 香港就这样子被拿去了 香港几十年前 大家都知道有的自由 已经没逐渐没有了 这任谁都知道 这就叫做统一 这就叫做一个中国 连战跟习近平 等于是互相利用 习近平利用连战 推销他的中国民主大复兴 推销他的统一台湾论 推销他的和平并吞台湾 因为现在他没有任何的出口 来推销给台湾人民 那连战需要李行 习近平来维持到政治的温度 两个人互相利用 牺牲的是什么 牺牲是台湾人民多数的利益 从头到尾 再配合中国讲话 这是连战发言的重点 一个中国为重点 自始至终 没有中华民国 没有台湾 敌意减少没有 为自由民主讲话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复合中国的论调 我不理解他去 怎么代表台湾人民的概念 所以至于说那些什么农产品 那些都是一个事 我都不要去讲那些观光 今年的台北旅展 现在正在办台北旅展 中国还来参加呢 两岸并没有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大陆 说大陆故意抵制我们 我们的农 农业产品就不能够 我们的农业产品 外销都今年都还在成长 我们还在成长 这是个客观数字 好像我们没有中国 我们就噎死了 我们的农与业 我们就没有出口了 没有出路了 活不了了 有这样子的 自灭自己的威风吗 台湾这两年来 经济 请问我们这两年来 中国刻意的打压 封锁台湾 台湾的经济有差了吗 台湾的股市有差吗 经济成长有少吗 中国刻意在全世界打压我们 可是我们跟美国的 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日本的关系 我们跟民主国家的关系 只有逐步的提升 只有连战 像这样子 为中国统一帮枪的人 他才会在这个时候 跑去 去为习近平的论述来发言 其实多数的台湾人民 不会认同他的 多数的台湾人民不会的 因为这不符合 多数人民的共同价值 这最基本的概念 因为你要去维持 你的政治热度 好像见到习近平很了不起 回来最好再把习近平 跟他的合照放到那个地方 来交起妻妾 可是台湾人民不信这一套 台湾可以自立自强 原主席 深信民族啊 胸怀民族 亲信两岸 可以说在 最终两岸和平发展 两岸同胞的福祉 中华民族伟大福星 在这些方面呢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对你表示敬意 情况 严峻复杂 情势复杂 严峻 我们只要去矫正这个 历史的坐标 牢牢地把握这个 舵盘 两岸和平发展 和平统一的 历史航船啊 一定会啊 是像胜利的敌安 联主席这次来这里啊 在这个时期来这里 共商两个关系 很有意义 我用提拔连战的 老长官的一句话好了 叫做蒋经国 就这一群人 现在天天喊 中国统一的共同老长官 蒋经国讲 当时讲的 跟中国三步子 装尽自强 处变不惊 处变不惊 台湾要自己努力 没有说什么 没有中国就结束了 我们过去 四在讲 经过两讲时代 四十年都没有中国 我们现在活得更 我们当然希望人民 跟人民和平往来 现在学生还有来读书的 现在旅游的 还继续来自由行的 现在的农产品 农产品照样往来 有什么地方减少啊 故意要去说 因为中国 现在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更多一点 是谁对我们有敌意啊 是我们不要和平交流啊 是我们拒人 中国人民于千里之外吗 是我们喊着说 要封锁中国吗 我们到全世界去赶说 我们要封杀中国吗 小英上台两年 有去挑衅中国吗 从头到尾 现在的政府 是要跟中国和平相处的 可是不是 中国不是要真的 嘴巴讲和平 他不是要你和平的 他是要你臣服 他不是要你和平的 他是要你接受 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接受统一的原则 目标 他不是说嘴巴喊和平啊 我们是要和平的 可他是要统战的 什么历台三十一 会台三十一政策了 那个他是要统战的 我们希望全国人民看清楚 谁有敌意好不好 谁是真正想要和平相处 谁是真正的夸然大度 民进党政府有 视中国人民为敌吗 有任何一项政策 是针对中国人民来的吗 是中国在对付我们台湾的 只要我们不臣服 就打我们耳光 打我们国际上 打我们两岸上 就是军舰也来绕 飞机也来绕 这一点我们能接受吗 台湾人民 在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民 能够接受吗 我们难道自己 不能要求和平相处吗 我们愿意和平的交流 可是他就设下条件 这一点对不起 我绝对相信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 不站在连战那边 跟台湾跟连战完全不同心 是来 所以靖长大哥 人民会不支持连战当场 利用这个机会 应该表达台湾人民的声音 包括怎么欺压霸凌的部分 但是连战所代表的 五十人跟他丫头做赶快 这个代表和平吗 台湾的果农 真的一定要靠中国来救吗 来 靖长大哥怎么看 我想这个靖长团 我们应该比较高度的 一个战略来看 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个时机点 会主动的邀请 这个连战第四次的联席会 因为连战本身在 他们都知道 连战本身在台湾 已经没有认为 政治声量跟政治地位 但是基于过去的友谊 他这一次 为什么 这一次是中共中央 习近平主动 主动邀请的 而且在这个时机点 这个时机点 其实应该放在美中 这一次的贸易战 跟美中台 三国的这个关系 复杂的关系来看 所以习近平一开场白 就说 目前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是形势非常严峻 形势非常严峻 应该是他整个一个幕僚单位 做了长期研究 所规结的几个字的一个战略的形式 而这种战略形式应该不是来自于 刚才姚教授所说的 我们台湾对他的挑战 其实过去小英 民进党政府过去小英都把持的四个原则 我们的善意不变 但是我们也不会任意欺辱 但是为什么是从川普 川普美国总统 川普组织的美国政府之后 提高了对台湾的支持度 而且他决定 其实美国要打这个贸易战 他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比如他们 他的这个农民 也一直给他们游说 他们国会议员 希望欠川普不要这样子 但是我们有一个具体例子 就是中国的中兴公司 最近被划了十亿美元之后 又恢复 美国又要提供他 沿件让他恢复生产 光这个例子就知道说 整个中国的产业 不管是票借 不管是抄袭也好 其实有很多原创的东西 都来自于美国高科技的公司 如果美国高科技的公司 透过政府的约束 不提供给中国的话 中国有很多产业 可能要扑下去 这是很核心的要点 这真的是中共这一次的整个 为什么会邀请连战 过去中国再谈一下话 这外围的形式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存在 他认为他们现在中国 又不敢跟美国战 美国的所有的武器 所有的武器 所有的科技 都超越中国三十年以上 绝对是超越三十年以上 这一次他们认为 如果要真的跟美国起了这个贸易 贸易战争的话 第一个先扑下去 就是中国内地的内心的产业 不是扑下去这么多 而且连带的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社会问题 社会秩序 会乱起来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 而且很抱歉 他最近的修宪又把他的任期 听说他要干到2030年 就是完全没有任期制的 这个在他们内部 真的中国那么多的政治精英 会容许习近平 干到2030年吗 这整个派系 主导的中国所有的利益分章 他们内部能够容许这样子吗 美国对他的挑战 他修宪中国内部对他的挑战 他为什么要再找 不是连战应邀过 不是连战主动求见 是他找连战过来 习近平找连战 我有信息要告诉你话 很抱歉 刚才他们跟50个竞相团的成员握手 可能是15分钟的时间而已 真正他们要闭门会谈 闭门会谈 所以这非常关键 他回来我请问我们 我们的记者应该问他说 连战先生你是代表谁 去跟习近平座谈 代表谁 第二个 国民党中央必须回复 连战先生有没有真正代表 国民党的意见 不然连战先生你是代表谁 连战先生国民党不应该管不住他 如果你三方两次成为中共中央的传生董楼上 曾子谣教这所说的 你说这些东西 你说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刚才何言已经说得好 当初蓝的八个县市你们浩浩荡荡 国台办过来访问 说你们这个八个县市我们要特别照顾 农山平怎么样怎么样 请问如今安在在 我跟你说冰冬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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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應該給他一個自由平台 自由去流動 而不是用一個政治的枷鎖 我什麼時候要掐出你的脖子 什麼要控制你的數量 什麼要多採買 那個 我知道台灣人民都看得出來 那不是長久之計 是 所以這個 謝明慧執行長 你還是認為連戰此行 真的是為國起命 代表和平嗎 因為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說你要用主權去論事 那我也沒話講 但我的論事就是 說在這個兩岸 在冰凍的這一刻 連戰此行代表的意義是非凡 因為緊張不如和緩 那兩岸現在這麼緊張 對台灣有意義嗎 我們必須要活得這麼緊張嗎 然後再這樣就兩岸 再這樣就對抗下去 真的對台灣有利嗎 一個中心 中心就是以生存為中心 兩個基本點 就是以安全跟健康為基本點 什麼叫安全 就是台灣要安全 健康也就是說台灣的各個產業要安 那健健康 看看能百業發展 那我們才能做到 在三個層面 就是打天下 治天下 還有顧天下 這台灣以後才能蓬勃發展嘛 你這些東西就是要有力 有度有折好 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民間來替政府來做 何嘗不知道台灣政府也想要跟大陸來做交友 所以你剛才已經推銷水果真的有用就是了 我認為是有用 我們果農真的要靠中國來救就是了 我住台南縣的 我住台南市的 我本身就舊台灣縣 住西港鄉 那我知道我也去那個疫情去看看那個農產 也去看看那個鳳梨 也去看那個什麼那個芒果 那真的是需要政府來幫忙的 那我們政府定了要一套的產銷政策 如果輸領的話 那我們就會很慘 那如果有人來幫助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何況現在大陸為了跟中美在貿易戰的時候 他一定會釋放大力多 正是這個關鍵的時刻連戰過去對我們才有力嘛 才有哪一些東西回來嘛 我們要的是生懲跟發展嘛 談儲錢意思不夠意思嘛 談了二三十兩也沒有辦法嘛 姚老師我認識非常久了 從以前喔 那兩個中國提出來到現在 我們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啊 那所以我認為說先擱置一下 先把台灣的申請你發展 我們擱置他沒有擱置嘛 中華民國是當年你講的二十年前 大家共同的主張 全部一個國家 一個最基本的中華民國都沒有 你怎麼要保護 你怎麼叫做先和平再說啊 再說了就沒有國家了嘛 有這麼了不起的 有這麼 就是說你 你一個我們 我們當時講中華民國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中華民國下面有一樣東西 就自由民主人權 那是中國永遠不會給的 中國永遠保障不了的 而且會剝奪的 就這麼簡單 保衛中華民國 並不是這四個字的概念 也可以叫台灣 而是那個實質的東西 就是我們現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就是我們現在的言論自由 就是你我可以這樣隨便講話 講你你現在講習大大 你剛剛講習大大 如果換一個場景 你立刻就被封鎖了 這就是我們最珍貴的 現在連戰局跟人家講講 他能夠任憑他自己講話嗎 他能講嗎 他連自己講話的自由 都甘於自我拋棄 代表什麼中華民國人民啊 沒有 姚老師 他並沒有講說他代表中華人民國 不是 我說他 所以我就說他沒有 他沒有主義 所以連戰到底代表什麼 他沒有主義要講 因為吳敦義黨主席說 他不代表國民黨 我想在三個禮拜 包括國民黨中央 包括了連戰辦公室 都已經清楚說明此行連主席 他的一個行程 是個人的一個行程 那我相信 從民國三十八年兩岸分支的一個事實 到這邊六十多年來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交流 能夠淡化敵對的一個色彩 也正所謂歌之爭議求同成 那如果要代表和平交流 又賣水果 為什麼要切歌 我相信2005年 民進黨還在執政 陳水扁前總統 也是事不宜沒有 聯胡會了之後 等到國民黨2008年上任 我們也不是一下子 馬上跟對岸 就能夠有這一個 往來的一個交流 也是尋求了九二共識 然後 一中各表 然後我們慢慢的做交流 今天連主席跟習近平 在做會面的時候 他開中民意的講 求一中原則之同 存一中涵義之一 前衣 對不對 他有講求一中原則之同 存一中涵義之一 那我聽到你剛剛說習近平怎麼說 這不就是一中各表的一個意思嗎 那習近平怎麼說 如果就是一中各表 你就講一中各表嗎 他說一中各表都不敢講 就一個中國原則 他存過到我講一個中國原則嗎 他存過到我講一個中國原則嗎 是做交流 不是你完結人嗎 不是你們表啊 那我相信對於兩岸的政策 民進黨執政兩年多 也超過半數的民眾 對於民進黨當局 他的一個兩岸政策是不滿的嘛 你說海進海邪 也是溝通管道不暢通 陸委會跟國台辦也是溝通不暢通 那你今天除了講說果農的一個權益 那過去農民豐收的時候 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是怎麼樣子要求國民黨政府講說 你要解決農民的問題 你路是越走越看 生理是越做越大 那我請問 今天我們農民 果農過這一個水果過剩的時候 日本有沒有講說要光環一下我們 有說 欸 香蕉我給你農藥殘留降低 我把你的關稅降低 我給你賣一下 欸 沒勒 那日本有說要併吞我們嗎 我相信 不是啦 我跟你講小軍 如果就如同剛剛信教授所說的 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回到我們的主題上來講 我講坦白 交流不是臣服 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蔡英文總統有沒有講 蔡英文總統有沒有講 蔡英文總統有沒有講說 她希望講說 未來有機會能夠蔡習慧 喔 蔡習慧就可以了 連習慧都可以了 你只有球筒沒有存異 所以球筒就是一種 到現在為止 割子爭議都是我們自己講 中國有沒有講過割子爭議 今天就講嘛 你今天是要什麼嘛 如果說兩岸如果說你是要敵對的狀況 沒有要敵對 對不對 對 那今天我就講 誰要敵對啊 我們國民黨提出的九二共識 至少兩千零八年跟兩千零一十六年 這八年我們是和平相處的嘛 民進黨上任你不要九二共識 那你有什麼共識 是新華社也不能用九二共識一種各表啊 難道就一直放著嗎 難道就一直放著嗎 難道就一直放著 然後 他的飛彈對著我們多增加的飛彈 誰好 賣不去就好啊 對老百姓怎麼好 對不對 老百姓也希望說 我有一句不能夠講 你終於說什麼心態 是不是 根本是鴕鳥心態 怎麼叫做鴕鳥心態 新華社 還要回到過去 漢節不容易的時代嗎 新華社說 九二共識不能夠講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未來不能再出現在任何 中國媒體的官方文字裡面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也是在九二共識的加工底下 所以有大陸地區自由地區嘛 市委 我就請教你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講說這樣 那民進黨 你去問新竹苗栗誰果買了沒 對不對 新竹苗栗台東花蓮水果買了 至少台東黃建廷透過海峽交流的一個論壇的時候 賣了五百公噸的鳳梨 五百公噸的鳳梨 這就有小套嘛 你這個真的知道嗎 嘉義的鄉親他們在院生栽造的時候 台東的鳳梨農 他們至少燒到很快樂的 我說一句話 你說南向 南向的東南亞的水果比我們還多 日本韓國關稅多麼高 看起來 對不對 夾帶著和平為國起命 為這個果農來起命 來我請教的是破口老師來怎麼看他 剛剛建商大哥說要以比較大戰略的思維 你覺得此刻 習近平要約見連戰這個背後的用意到底何在 來破口老師怎麼看 這次那個習近平跟連戰見面所謂聯席會 再次的聯席會 實際上第一層含義是習近平的需要 習近平現在陷入這個政治困境內外交困 對外部是有這個中美貿易戰是越打越升級 步步升級 在中國國內引起震盪 中國的這個方面表示震驚 來表示這個第二波美國提出的2000億對價值2000億美元 中國商品的這種加關稅的這個擬定計畫 所以對中國是一個震撼 另外內部大家要注意到 在中國內部尤其在中共內部正在進行一個反思 也輿論上一個反思 說最近幾年宣傳的太過分 把中國第一什麼中國崛起 現在開始就是中國製造2025不提了 對習近平所提出的一帶一路線降低掉門 現在全國各地一夜之間到處在拆除 習近平的中國夢這個標示 在很多地方在取消這個習近平的畫像 在發表文章反思個人崇拜 實際上習近平在黨內遇到了麻煩 在這個時候他需要有個人來給他站台 這個時候又拉了一個叫聯戰的人來轉移視線 來一個聯席會 讓這個國內的黨內外國內外的這個中國人 在注意其他事情 所以習近平的需要超過了這個聯戰的需要 而且是他這個聯席會的重點不在台灣 而在中國大陸就凝成一個焦點 第二個聯席會的再次舉行 這說明中共統戰的失敗 因為從胡錦濤到習近平時代 已經過去了十幾年 從2005年到現在13年 這個連結兩岸的人 中共所找的還是那個人 聯戰聯戰還是聯戰 聯戰聯敗沒有其他人 說明十幾年過去了 中共並沒有在台灣 發展出第二人 來做這個台灣兩岸的聯結 這證明中共在這個統戰工作的這個 全盤的這個失敗和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 是毫無見述可言 仍然是一個老人 70多歲的老人 聯戰在兩岸穿梭 一個過氣的政客 這個不能代表 那個也不能代表 在中間穿梭 既不能代表民進黨 按照國民黨主席 無敦義的也不代表國民黨 而予以劃清 所以這個證明中共統戰的失敗 再一個也證明 最近一兩年 習近平當局 對台灣的打壓的失敗 又是軍機擾台 又是軍艦擾台 又受到美國的反制 美國軍艦進入台灣海峽 同時又在經濟上去分化台灣 什麼要跟藍色縣市合作 表示不跟綠色縣市合作 這種分化台灣的一種圖謀 然後是這個用經濟手段 解決政治問題 比如說是這個限制大陸客去台灣 試圖迫使台灣就範 而這個聯繫會是發生在 這樣一個大背景下 我希望台灣的民眾 和台灣的選民要看清楚 什麼大背景就是整個世界 不僅是美國 不僅是歐洲 整個世界的大多數國家 都站起來對中國說不 包括近在咫尺的越南 馬來西亞 還有這個新西蘭 還有這個澳大利亞加拿大 等這些國家紛紛站起來 對中共這種政治滲透 對這個間諜戰術 盜竊他國技術 以及這個包藏獲心的一帶一路 試圖用經濟手段來這個 拓展北京的霸權意識 建立以北京為中心的 所謂世界經濟網絡 來取代以美國中心的世界網絡 改變一戰二戰冷戰之後 形成的國際秩序 所以在這個時候 所有期間台灣是受打壓最重的國家 所以台灣人民要看清楚 別的國家都站起來 對中國說不 對中共說不 台灣沒有理由不站起來 所以台灣在這個時候 恰恰是對中共對中國說不的時候 那個蔡英文提出這個舉行 蔡熙會已經是非常客氣 非常和平友好的說法 非常忍耐的一個說法 其他國家是群起的 這個對中共這個保持距離 這個時候這個 習近平伸出所謂的橄欖枝 要這個老陣客 過陣客連戰到中國去 試圖要對台灣人民 所以破口老師 儘然習近平此刻在內外交迫 連戰顯然是他一個脫困的一個棋子一樣 依照您所講的意思 那在國內剛剛 國民黨所派出的智庫 我們看到 這時候謝民會執行長認為 連戰此行就是為果農起命 就是去賣水果 為國家帶來和平的契機 這個不你認同國民黨智庫 他們現在的論述嗎 這個談國家大事有大有小 不能以小這個廢大 不能因私廢工 所謂果農也好 什麼鳳梨也好 或者是什麼陸客也好 這都是意識現象 我們要記住 中共這個政權 它是把人民當成工具在綁架的 比如說陸客 大陸人民本來應該是自由的 大陸人民去哪裡旅遊 不去哪裡旅遊 應該是它自己的選擇 但是中共 由於它是一黨專政的政權 是一個獨裁政權 它綁架大陸人民 大陸人民要去韓國旅遊 去台灣旅遊 去美國旅遊 居然成了中共手上的一個棋子 一個工具 叫你去你就去 叫你不去就不去 還有自由可言 完全是它所驅使的奴隸和走足 今天是對大陸人民的意思 將來對台灣人民如何呢 大家可以看看香港 看西藏 原來他在西藏簽訂了一個 和平條約十七條 然後所謂進軍西藏 表示要和平 按照剛才 謝 謝民輝執行長 謝執行長所講的和平 結果西藏是怎麼樣 在和平的旗號下 宣稱西藏和平解放 保持西藏的一切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結果只過了十年 全面的撕毀和平協議 全面的毀壞西藏 讓西藏的最高宗教領袖 被迫逃亡 流亡他鄉 異國他鄉 然後中共在西藏所謂的 毀滅了97%的文物古蹟 而這個把大量的西藏 把西藏的宗教文化 甚至語言都剝脫 實行文化上的滅絕政策 那麼如果那麼遠 看不清楚 看看近代香港 中共跟英國簽訂了聯合聲明 也具有這個基本法 但是中共說是一國兩制 是 在香港不久 不到十年 中共就開始干涉香港的司法 干涉香港的政治 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 最後是把一國兩制 變得是面目全非 為什麼這樣 因為中共事實上 不是搞得港人治港 搞得是把香港 變成了一個中共的洗錢 所以如果中國進入台灣會怎麼樣 能夠不認清這個國家 一旦進入台灣之後 台灣會變成什麼狀況嗎 謝謝連線到紐約 給這個破口老師 他的意思就是換了個詞而已 對 所以如果說中國共產黨 能夠對台灣人民這麼好的話 那麼我請謝執行長 或者連戰主席去問他一句話 你能不能對中國人民這麼仁慈 先給中國人民自由 再來跟台灣人說吧 給中國人民好處 跟中國人民平起平重 跟中國人民什麼共榮共生 然後你再來跟台灣人民談 你能不能做什麼 你中國共產黨 能不能不驅逐 驅低端人口 能不能在生根半葉天寒地凍 這個福老西又把中國人民趕到街上 北京的街上 露出街頭 你能不能做到這一點呢 能不能做到說 你公佈官員的財產 向全中國人民公佈官員的財產 表示你是個公平的 然後讓中國人民來競爭 這個政黨或者政治 如果你能對中國人民做得平等相待 以理相待 和善相待 我才可以相信你對台灣人民 那個和善相待 OK 請什麼中國人民都不好 你會對台灣人民又好 是 世界上哪有這個邏輯 是 謝謝破口老師 甚至百億人民幣嗎 要來資助軍公教年改不足的金額 要不要先面對你的正將戒嚴的過程當中 這是老兵說他們生活 入不敷出這種窘境中國 要不要先解決你的正將戒嚴的問題 好 非常謝謝在進行紐約的進行聯繫 作詞2個 非常,非常,非常感謝 作詞3個 ,非常感謝